这是明慧广播电台 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 题目是 百政修炼与家庭的关系的一点思考 作者大陆大发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 2021年3月28日 近期 一位统修出现病业假象 使生活走入困境 我在帮助统修的同时 也反观自己走过的一些心路历程 发现有些时候 没有百政修炼与家庭的关系 没有意识到其中强烈的私心 还觉得自己很好 对法很坚定 却在无意中给救度众生带来了损失 给自己带来了麻烦 比如迫害刚刚开始的时候 丈夫不理解我修大法 常常采用强制手段阻止我修炼 甚至多次以离婚要挟 那时我时常说的就是 大法我是修定了 你要离我也没办法 等诸如此类的话 那时我真实的状态是 因为情并不想离开丈夫 也害怕真的离开她 但却像是为了大法 而表现出孤注一掷 义无反顾的态度 那时也不懂得应该排斥那个情 也不懂得如何向内找 就是知道大法好 不让我修不行 却不知道该怎么做 才是实修真修 解决矛盾的办法 都是强硬的态势 和不服气的争斗心 给人的感觉是为了修炼 不要加 什么都不顾了 让人无法理解 那时就我个人的修炼状态来讲 为她的心很淡 为我的心很强 你影响我修大法 无论如何都绝不能认可的 无惧以应捧应 而不是为了证实大法 和救度众生 去珍惜家庭和修炼环境 那些本不该出现的情况 也有我的责任在里面 但是我那时就经常那样对待 还觉得自己很坚定 跟同修讲起来 也理直气壮的 觉得自己挺好 维护大法的心坚不可摧 现在想来 其实一点也不好 那时想到的只有自己 表现上好像是在维护大法 其实维护的是自己 与人争来斗去的 而不是理智的讲道理 默默地做好自己应该做的 抱着一颗慈善的 即使是一座冰山 也要把它融化的心 去化解矛盾 无怨 无恨 和风细雨地去感动家人 搞得家人虽然不太理解 也很无奈 被动忍受 因为我没有做好 结果矛盾不断 磨难重重 过不去观时 甚至曾经在心里赌气想 你就跟我闹吧 看哪天我被抓进去 你就好了 也没有认识到 这坏思想不是自己 从而去否定它 后来由于严重的男女之情 夫妻之情 做世心等等的干扰 我学法练功发正念 都跟不上 被事牵着走 被情魔操控 难以摆脱 结果被邪恶 钻了空子 被非法判刑 真的给救度众生 造成了损失 给自己的修炼 造成了污点 我历经磨难之后 在大法的指引下 随着心性的提高 走过来了 但是却从来没有 深刻认识到 那时对法理存在误解 从冤狱回家后 虽然不再以强势的心态 对待矛盾 能够站在救度众生的基点上 把问题处理好 平和了很多 在学法修心上下了很大功夫 学会了向内找 在师尊慈悲的点误下 越来越成熟理性 家庭环境越来越好 经常感觉到被包容在祥和的场中 但是直到看到统修的问题前 我还在为自己那个常人的勇气 而沾沾自喜 觉得自己好像为大法做了什么似的 可是现在我再回头看 应该提高认识了 归正当年认识上的不足了 还有在对待丈夫埋怨我 因被非法关押而影响孩子学业的问题上 一直理直气壮 不承认错误 美美强调是邪党迫害 所以导致丈夫在这个事情上 一直对我有不满 时而埋怨几句 现在想来 虽然是邪恶的迫害 但是从修炼上来讲 是因为自己心性出现了巨大的漏洞 给了邪恶迫害的借口 从而给家人带来了 巨大的心理承受和伤害 这不是我的责任吗 我应该认识到因为自己修炼的不足 而给家人造成的损失 就在我认识到这一点 并在心中向家人真诚道歉后 丈夫就再也没有就此事而埋怨过我 师尊在《转法论》中讲 所以今后遇到矛盾的时候 你不要把它看成是偶然的 因为矛盾产生的时候 会突然间出现 可是却不是偶然存在的 那是为了提高你的心性的 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强调自己对 怪人家这不好了 那不好了等 尽管如果用常人的理来衡量 他们有许多做得不好的地方 甚至过分的地方 可是我们应该用大法的标准 来衡量自己 如果我们用常人的理来衡量 我们不就是常人了吗 和常人有什么两样呢 看到统修的问题 反思自己修炼过程中的不足 我很感谢给我们制造矛盾 给我们提供提高心性的机会的众生 婆媳之间 兄弟姐妹之间 姑嫂之间 邻里之间 统事之间 任何让自己动心的事 都是自己有需要修去的东西 都需要向内找那是什么 去掉它 解体它 我们身边的有缘人 尤其是亲人 我们都从遥远的天体而来 为的是最后被法轮大法救度 我们不能辜负他们 人世间的恩怨跑不出名利情 太小太小 救度众生的事情太大太大 师父在各地讲法9 2009年华盛顿DC国际法会讲法中 告诉我们 要最大限度的符合常人社会的状态修炼 在大法弟子中也有离婚的现象 有许多同修是在被迫害中被迫离婚的 当时同修和身边的同修也都应该向内找 看看自己在对待婚姻家庭和修炼的问题上 有没有摆证关系 家庭像一个枢纽 联系着很大的一个群体 和我们有很大缘分的众生 处理好家庭关系 也是为了救度众生 是为众生负责 我觉得珍惜大法是我们要做的 珍惜家庭 珍惜众生 也是为了证实大法和救度众生 我们是下世注释正法的大法图 我们只为慈悲救度众生 人与人之间的恩怨都是在演戏 抛开个人的恩怨 超越个人的恩怨 救人才是第一位的 那些恩怨即便是没有完全放下 那也是微不足道 不值一提的小事 救度众生才是宇宙中的根本大事 能真正地把人救了 其他的都不重要了 多年前我丈夫有外遇 我给那个女人打电话 我说 无论如何 今天抛开我们之间个人的恩怨 放一边先不说 我要告诉你 法轮大法是怎么回事 我希望你能得救 无论我们是什么样的缘分 善缘也好 恶缘也好 无论多少恩怨 那只是我们个人之间的恩怨 你能够正确认识大法 明白大法真相 这才是最大的事 我告诉他法轮大法是什么 接着我给他讲了 为什么要三退 听我讲完后 他告诉我 我同学妈妈修大法 我已经退了 听得出他对大法的尊敬之心 因此他也表现出了对我的尊重 我感到很欣慰 他已经是一个得救的生命了 尽管那时我没有放下对他的怨恨和不平 但我要把那个东西放到一边 我知道我很快一定会放下 后来他有了很好的归宿 我的家在师尊的佛恩浩荡下走出磨难 成了很多亲朋好友羡慕的家庭 有的同修在被非法关押时被迫离婚 回来后前夫有悔意想复合 有的被同修拒绝 当然可能都有不同的原因 但是有没有站在为他的角度 救人的几点 仔细地想一想这个问题 应该如何去对待 抱着一颗宽容慈悲之心 向对方讲明真相 化解矛盾 真正地把人救了 觉得自己放下了情 没有家庭的牵绊和干扰 对自己修炼更有利 有更多时间出去做讲真相的事 看起来也没有错 是为了修炼 为了法 为了救人 可是如果没有摆好这个关系 处理好这些事情 会导致多少亲人 朋友 周围的人不理解 而失去得救的机缘 造成很难挽回的损失 还有的同修办了离婚手续后 没有办理复婚 在一起统居 不符合大法修炼的标准 有的给自己带来磨难 或病业干扰 影响旧人 大法弟子中出现的离婚现象 这里有邪恶的迫害 救世里的安排和干扰 但是也有很多 是由于我们没有做好而带来的 有的时候 同修为了能去掉情 而对丈夫不冷不热的 莫不关心 有的用常人的话讲 本来就没有什么共同语言 有的因为情太重 而过分的执着和限制 有的为了做好三件事 而只顾忙自己的 忽略了家人 甚至有的给家人的感觉是 为了大法而冷酷无情 心里只有大法 其他什么都没有了 总之 因为自己没做好 一旦出现外来干扰 很容易给婚姻带来劣系 这都是没有摆证 家庭与修炼的关系 家庭是修炼的环境 是救度亲朋好友的窗口 维护好家庭关系 是为了救度众生 在家庭生活中发生的一切 都有我们修炼提高的因素 以上是个人的一点认识 我只谈了看到和听到的 一些大概情况 如有不服 还请同修谅解 我只是想借着这样的一些现象 谈一谈我对白症 修炼与家庭关系的一点认识 如有偏颇 请同修慈悲致政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 不被表象带动 做我们该做的 读如何应对公检法部门的种种推诿 有感 作者大陆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 2021年3月29日 2021年3月10日 明慧网的交流文章 如何应对公检法部门的种种推诿 对我很有启发 感谢写此文章的同修 感谢师父借同修的文章 提醒我的执着和问题 这些年 当我看到公检法的某些人员 对法轮功学员不讲法律 完全站在写党迫害的角度 施加迫害时 我心里对他们非常怨 觉得他们就是坏人 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抓捕和判刑 都是因为这些公检法的人员在作恶 这是事实 但我却被表象带动了 学法的时候 我也知道 师父一直在告诉我们 弟子们慈悲救人 修炼中没有敌人 也觉得自己是明白的 可是一到实际中 面对公检法人员的恶虐态度及迫害 心里就怨恨他们 被他们的态度带动得很厉害 以至于根本就生不出慈悲心 不愿意去面对他们 不会主动去找他们讲真相 就算是在营救同修有需要时 很被动地硬着头皮去了 内心也不能平和慈悲地对待他们 所以效果也不理想 于是就更不愿意去面对他们了 所以近些年就很少参与 营救同修的事情 不仅是面对公检法人员 其实在单位里 我也是很被动 我是教师 但是多年来 学校一直剥夺了我上课的权利 我曾经多次去找书记 院长及六一灵等人员 与他们讲真相 要求上课 但是他们都是和我打官枪 根本不和我谈 或者谈也是敷衍 每次我感到效果都不好 都很无奈 所以这几年就不去找他们了 在单位里 自己被边缘化 还年年受着工作考核的压力 内心很压抑 我们知道 我们不要被事情的表象带动 但是我真是陷在事情当中了 被表面的假象带动得很厉害 从而对公检法人员厌烦怨恨 心里也充满了负面情绪 包括对自己单位的领导 也是很反感 愿他们没有正义和良知 不喜欢他们 在单位不开心 自己心里也苦 直到我看到这篇文章 作者例举了他实际中看到和接触到的 法官办案的现象 我这才明白 原来中国大陆的法官们 竟然缺少法律意义上的裁决权 面对权力 他们被中共挟持着 当镇压良善的工具 而因参与迫害所犯下的罪业 却要自己承担 原来公检法人员是这么的可怜啊 读这篇文章时 我联想到了去年年底 受到分局警察电话骚扰的事 他们一直在追问我居住的地址 我没有告诉他们 但是在电话里 我的态度和语气也不平和 心里充满了厌烦和怨恨 以至于是我给挂断了电话 警察在电话里说要到单位来找我 那几天 我心里很烦闷和紧张 担心警察来单位 不知道该如何应对警察和单位领导 该怎样和他们对抗 又是一种硬着头皮面对他们的感觉 文章的最后作者写道 将修炼人的善带给我们接触的每一个人 包括派出所的骗警社区人员 我笑了 其实何止是骗警社区人员 还有单位领导 同事和所有的人 所有的人和事 就是慈悲对待他们 无论他们怎样的表现 我们就做师父让我们做的事情 慈悲讲清真相和救人 当我愉快地和同修说起 我看到这篇文章的感想时 我又想起了早些年经历过的两件事 一件事在营救家人同修时 不断和公检法人员打交道 共一年半的时间 那时候构陷的案件 也是经历了检察院批捕 两次退到公安局补充 再起诉到法院 表面看 一步步也在往不好的方向发展 其间我也经历过无望和伤心 但是也是一直不断学法 加强正念 做师父要弟子做的 无奈时同修就鼓励我说 你就去吧 不知道说啥 就不用说话 你只要去 另外空间就有天兵天将 一起和你去除恶 那是也真没有想到 像这篇文章中讲的 公检法人员的处境 但是在法理的支撑下 在同修的鼓励下 也一直坚持和公检法人员打交道 反复和他们平和交谈 反复递交信件材料 最后法院竟然真的退卷了 根本就没有立案 我所在的城市 是迫害法轮功非常严重的一个城市 特别十多年前 那时邪恶还是很猖獗的 法院退卷 这之前从来没有过 这是一个奇迹 是用常人的思维难以想象到的结果 这超常结果的出现 是源于按照法的要求去做 坚持善意与所有办案人员讲真相 法官及相关的人员存有良知等因素 另一件是有一次几个同修同时被非法抓捕 构陷案件被送到法院 其中一位女同修的母亲 老年同修阿姨和我一起去找过法官 去找了几次 但是法官根本就不理我们 很忙的样子 每次去或者见不到他 或者见到了就是聊聊术语 就给我们打发了 根本就没有讲真相的机会 就感觉到法官冷冰冰的 我们也很无奈 最后我俩就只好给法官写了一封信 写了女儿的懂事和无辜 希望法官善待 信是老阿姨一字一字抄写在信纸上的 其实当时我们做的时候 也感觉不到希望 我和同修阿姨是互相鼓励 做而不求 就做弟子该做的 去讲真相 去救人 结果他们几个同修 一起被非法开庭后 同修的女儿被无罪释放了 不过遗憾的是 和她一起的同修都被冤判了 表面上看 是那些同修家人没有去找的 老年同修阿姨也曾去联系过那些家人 但是他们都不愿意找 家人都是常人 同一个案子 却出现了不同的结果 结合这篇 如何应对公检法部门的 种种推诿的文章 我又想起了十多年前的 这两件事情 自己这几年 怎么忘记了该有的正念呢 做事追求结果 被带动得厉害 这篇文章再一次提醒我 无论面对公检法人员怎样的态度 大法弟子就做我们应该做的 师父告诉我们 讲真相 救人 我们就去做 不被表面的好与坏所带动 不限于事情当中 我发现我对警察 单位领导的反感 减少了很多 对他们有善心了 感谢写此文章的同修 感谢师父 借同修的文章 增强我的正念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 题目是 内心的改变才是真修 作者 吉林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 2021年3月26日 很长时间以来 都不会修自己 遇到问题和矛盾 也不知道找自己 总是找别人的不适 看到的都是别人的不好 自己的正确 和别人对自己的不公 实际上 这是用人的理来争对错 然而修炼人 要用修炼的理来要求自己 不能用人的理来看待问题 用人的理来看待问题 那不就是人的境界和标准了吗 修炼人恰恰要走出人的理 要修自己 看自己 表面是做给人看的 内心的真正改变才是真修 只有能看到自己的不足 并努力从内心改变 才能真正提高 才能逐渐走出人 走向神 才能真正升华上来 像西游记中的八戒 不实修 不真正改变自己 内心得不到升华 走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我从小内向 人多就不自在 在众人面前众目睽睽之下 就莫名地紧张 甚至感到每个人都在看着自己 内心感觉所有的人 都用审视挑剔的目光盯着我 我工作的部门 大家大多每天对着电脑办公 交际就会少一些 这一次 部门主任为了锻炼大家 就让每个人都能在开会时演讲一下 我听到之后 内心又一阵紧张 最不擅长的又来了 这一天轮到我了 我之前已经准备了 但快开始前又莫名地紧张 恐惧之心又向我袭来 我开始在思想中不断地告诫自己 这紧张、怕心、恐惧心、好面子心都不是我 是这些不好的观念和思想业力在控制着我 以前很多时候 都被这种不好的心在控制着 甚至把这种观念当成了自己 任其摆布 实际上是主意识不强 没能排斥和正念解体这背后的不好因素 这一次 我努力排斥着恐惧的怕心 并在内心问自己 到底怕什么 恐惧什么 我是大法弟子 我什么都不怕 我要走师父安排的修炼路 我告诫自己 要保持微笑 保持微笑 这是一个修炼提高的过程 我要从恐惧中 从怕中 从好面子心中走出来 我感觉真正的自己 开始变得强大起来 那个恐惧 怕 在快速消退 很快感觉身体轻松了 面部也变得自然了 我感觉在师尊的加持下 我突破了恐惧心 我可以做到了 到我时 我面带微笑 轻松地讲完 师尊在转法轮中讲 在真正的劫难当中 或过关当中 你试一试 难忍 你忍一忍 看着不行 说难行 那么你就试一试 看到底行不行 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 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 又一村 我的内心感到喜悦 当我真正分清这不好的恐惧 并排斥它 加强自己的主意识和正念的时候 以前感觉都无法愉悦的恐惧和怕 就这样烟消云散了 是师尊看到我心性提高了 帮我拿掉这不好的物质 怨恨心一定要去 师尊在2018年 华盛顿DC讲法中说 怨恨心哪 就是养成了那种喜欢听好听的 喜欢好事 否则就怨恨 大家想想啊 这可不行的 修炼不能这样修吧 我一直在讲 修炼人要反过来看问题 你碰到不好的事的时候 你要认为是好事 是要提高你来了 这个路我得走好它 这是又要过关了 修炼来了 你碰到好事的时候你想 哎哟 我可不能够太高兴 高兴是提高不了 也容易掉下去 修炼嘛 你就得反过来看问题 说来了困难 来了不好的事情 你一概排斥一概挡 你就是拒绝过关 你就是拒绝往上走 是吧 这个怨恨心 真的都是感觉习以为常了 很多时候被带动了都没意识到 最近 统修这方面的交流也越来越多 也越来越能看清它了 这个怨恨心 有很多产生方式和表现 利益心出来时会怨恨 争斗心出来时会怨恨 妒忌心出来时会怨恨 不符合自己的观念会怨恨 别人冤枉自己会怨恨 看不上人或事会怨恨 怨恨心很重的人 快乐的时候少 很多时候都是愤愤不平 内心看到的都是别人的不足和缺点 作为修炼人就要修善 要与人为善 不应该去怨恨别人 这个怨恨心 让人看不到美好 看不到阳光和希望 而它往往和妒忌心 利益心 争斗心 好面子心纠缠在一起 有时一起出现 目的就是要让人增加魔性 迷失自我 在愤愤不平中 怨恨中毁灭自己 我现在开始意识到它 并开始分清它 发正念清除它 怨恨心越来越弱 我也开始能看到别人身上 有那么多优点 更能宽容别人的不足 看似困惑的问题也解开了 周围的环境都变美好了 人类社会充满着各种诱惑 手机网络中更是充斥着大量的色情 暴力 仇恨等不良信息 只要去看 就在污染着自己 就在放大自己的欲望和执着 而这个过程是不知不觉的 同时消磨着宝贵的时间 身体也出现不正常状态 过后心情又跌到了谷底 对自己失望 就这样消沉了一阵子 状态糟糕 同修看出来我的问题 帮我发正念 真心地帮助我 使我摔倒了能再次鼓起勇气 加强正念 坚持背法 走回来 现在想来真的很感谢同修 在我最艰难的时候 没有嫌弃我 而是鼓励我 帮助我 现在色欲思想业 还在有时反映出来 一定要排斥这种邪恶的思想念头 并且要发正念去解体它 以前重视不够 甚至认为这思想就是自己 等于认同这种肮脏思想 让它有在自己空间场存在的理由 等于是把不好的思想给保护起来了 甚至滋养起来 这一次 我不能再放纵它 而且要多发正念去解体这不好的思想 和救势力安排的邪恶机制 最近感觉色欲心去掉了一些 身体不正确假象也开始改善 这种身心的改变是很微妙的 做好一点都感觉内心在同化法 在走向光明 同时也增强了正念和信心 今生能生在大法洪传之时 能成为一名正法时期大法弟子 能得到伟大师尊的清临慈悲救度 是多么幸运啊 弟子感恩师尊 在剩下不多的修炼路上 弟子一定修好自己 做好三件事 兑现誓约 谢谢师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 题目是 眼睛为什么看不清了 作者大陆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29日 不知从去年什么时候起 感觉眼睛事物模糊 起初我并没有太在意 只是极力排斥头脑中 时常冒出来的一些有病的念头 过一段时间后 眼睛又出现了干涩的症状 心想可能是上动态网时间太长 用眼过度造成的 于是缩短上网时间 只看新闻标题 不看内容 可是眼睛并没有好转 最严重时 连看书学法都感到困难 这引起了我的警觉 眼睛为什么看不清了 是不是看了不该看的东西 是否被自己的执着心挡住了双眼 经过弯心透骨的向内找 我找到了许许多多的执着心 比如对时间执着的心 怕被迫害的心 安逸心 争斗心 执着自我的心 怨恨心 执着功能 色欲心 做事心 急躁心 依赖心 等等 以及隐藏在这些人心执着背后的因素 虽然 这次磨难持续时间较长 其间也出现了几次心性上的磨练 但在师父的加持下 随着不断地向内找 归正自己 我的眼睛逐渐恢复了正常 下面 我把这次向内找的过程写出来 与同修交流 个人层次有限 不足之处 请慈悲指正 一 求安逸招来的磨难 我是个安逸心很重的人 这个安逸心就像是块蛮石 横在自己修炼的路上 使我无法提高 无法升华 都说精进从晨练开始 对于修炼有素的大法弟子来说 晨练不是难事 而我却因为求安逸 常常是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 至今都没能有效突破 一天 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 打入我的脑中 整体提高 整体升华 我悟到 不能只要求自己身体 呈现出超常人的表现 思想中也要有超出常人的境界 例如常人受生老病死的制约 每天睡眠不能少于六个小时 否则这个物质身体会受不了 而修炼人是初三界的生命 不受常人空间的时间场的制约 所以只需三四个小时就足够了 安逸心实质是常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向往 而师父在《大圆满法》一公法特点中告诉我们 修炼人讲 吃苦中之苦 两者相差甚远 我发现 与安逸心紧密相连的一颗心 是怕吃苦的心 因为想舒服 就不愿多吃苦 因为怕吃苦 所以就会不自觉地对抗吃苦 就在眼睛看不清的这段日子里 为了能增加眼睛的舒适度 我把书桌上的台灯换了又换 什么白赤灯 日光灯 黄光灯 摆弄了很久 师父在红吟苦其心智中说 吃苦当成乐 可是 在我的前意识中 却是少吃苦 甚至不吃苦 而且这种观念已经形成了自然而然的状态 严重干扰着我的修炼 近几年来 我在看同修有关病业的交流文章时 脑海中偶尔会闪出一念 病业总比被抓好 由于自己没能认清 并彻底否定这不正的一念 无意间陷入了旧势力的安排 师父在各地讲法寺 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讲 在修炼中碰到磨难 要修自己 要看自己啊 这不是承认了旧势力安排的磨难 在他们安排的磨难中如何做好 不是这样 我们是连旧势力的本身的出现 他们的安排的一切都是否定的 他们的存在都不承认 我们是在根本上否定他的这一切 在否定排除他们中 你们所做的一切才是微德 不是在他们造成的磨难中去修炼 是在不承认他们中走好自己的路 连消除他们本身的磨难表现也不承认 那么从这个角度上看 我们面对的事情就是对旧势力全盘否定 他们垂死挣扎的表现 我与大法弟子都不承认 明白法理后 我立刻发出强大的正念 按照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告诉我们的 我是李洪志的弟子 其他的安排都不要 都不承认 他们就不敢干 就都能解决 修炼人消夜是为了提高 任何形式的迫害 我都不要 一切干扰我修炼的邪恶生命与因素 立即解体灭尽 二 越是向外看 越是看不清 有一个阶段 我与协调同修A总是发生争执 表面原因是他不注意安全 自以为是的在电脑系统中 加一些其他软件 为此 我时时盯着他 生怕他乱来 但越是这样 他越是我行我素 虽然每次争执后 我都会向内找 决心要修去争斗心 可是一见面 两个人又吵得天翻地覆 我感到苦恼 直到有一天 恍然间悟到 争斗心的背后 其实是一颗证实自我的心 因为争来争去 无非是证明自己对 别人错 我收回眼光 不再盯着A的不足 我们之间的争执 也画上了句号 后来 我与A做了一次坦诚的交流 交流中 A指出我对他不信任 我问A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信任你吗 A无言以对 我告诉他 几年前 因为自己学人不学法 曾在他的帮助下摔过跟头 从那时起 我就对他产生了不信任 正是这种不信任 促使我眼睛总是盯着对方 从而干扰了彼此之间的配合 就在我与A频繁发生争执的那段时间里 感觉眼睛蒙蒙的 有点花 其实就是师傅点画我不能向外看了 可是 我根本就没有误到是自己修炼出了问题 还以为是眼镜的问题 因为一般树枝镜片的寿命只有两三年 而我的眼镜已经用了六年 师傅看我不悟 又借母亲的嘴来点画我 有段时间 每次搞完家里卫生后 母亲总是说 你咋弄的 地上到处是垃圾 这时就是告诉我 眼睛看不清了 得向内找了 可我并没有往心里去 一笑了之 就这样 眼睛从开始有点花 发展到后来 看东西越来越模糊 视力明显下降 最后还出现了眼睛干涩的症状 三 怨恨心遮住了自己的双眼 由于自己从小就不受父母待见 再加上党文化的污染 修炼前我就是个大气包 修炼后 随着不断练功 怨恨心越来越小 但根还在 有时感觉好像是修掉了 可是稍不留神 它又冒出来了 反反复复 让我苦不堪言 几个月前 同修币拿来几张写满手机号码的纸 让我帮他做上传 由于书写不工整 有些字迹不清 有些号码不是多一位就是少一位 还有些是重号 所以每次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完成 币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让我上传一次 直到后来 因我急需做些其他事 就不再帮他上传了 在最后一次帮币坐上传时 我感觉眼睛有点不适 坐着坐着 急躁心就起来了 一股怨气涌上心头 币的依赖心咋这么重呢 同修是镜子 此时我本应该对照自己 向内修 及时去掉急躁心 而我眼睛里只看别人的问题 正是这股怨气 遮住了自己的双眼 正是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去年年底的一天 我去妹妹家教他上网 不知怎么的 我们扯到了房子 父母有三处房产 两套比较大的房子 分别给了弟弟和妹妹 自己住在不足四十平米的单世间 他们说等百年之后 单世间给我 一次 父亲病危 叔叔从外地赶来看望他 午餐时 叔叔当着众亲友的面 对我们姐弟撒说 你们父母年事已高 得有人去照顾他们 当时我们谁也没有说话 这时叔叔就对我说 某某 还是你来照顾他们吧 说实话 我真的不适合照顾父母 不仅我家房子小 两室 而且我从小与他们 就像是来自两个世界的人 无法沟通 可是考虑到自己是修炼人 得处处为别人着想 也就勉强同意了 我与父母商量 把那个单世间卖掉 我给添些钱 在我们附近买个两室房 这样既方便照顾他们 也方便将来请住家保姆 父母同意了 可是房子卖掉后 他们又不想重新买房了 趁着我家孩子出国留学之际 直接住进了我孩子的房间 孩子回国后 在外地工作 我就把卖房款存在了母亲名下 妹妹说 我不该把父母的房子卖掉 因为她想要 只是她没钱给我 我一听就火了 这分明是抢啊 妹妹还说 也不知道父母给了你多少好处 我告诉她 老两口退休金加在一起 每月不足七千元 况且你也知道 母亲每天要吃几十元的保健品 妹妹嘲讽地对我说 你什么都不图 这世上哪有这样的好人呢 我不再与她解释 强忍着眼泪 离开了妹妹家 回家后 我委屈极了 怎么这么不讲理啊 你自己不来照顾父母 还无视生非 这种受气的日子 啥时才是个头啊 父亲在世时 妹妹就挑动她处处为难我 父亲离世后 他自己又来与我胡搅蛮缠 一天学法时 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 映入我的眼帘 那不是出于慈悲心 他那个名利心 根本就没有去 根本就生不出慈悲心来 我一下释然了 当时自己勉强同意照顾父母 是因为要做个好人 之所以要把父母的房子卖掉 就是担心日后会有麻烦 难怪自己总觉得委屈 愤愤不平 原来是我没有慈悲心 感谢师父帮弟子拔掉了 这个怨恨的根 4.执着功能的教训 我从小天幕就是开的 能看到过世的亲人 还能与他们沟通 刚开始修炼时 由于天幕时常看到一些 害怕的景象 就求师父把我的天幕给关了 后来天幕又开了 但我很少去用 除了天幕 还有一种感应 我偶尔能知道一些将要发生的事 和已经过去的事 当时我并不在场 这种感应是在无意当中 自然就知道了 有一次 我把自己的感应告诉了同修C 让他注意安全 起初他并不相信 一年后 事情真的发生了 C脱险后 我把再次感应到的情况告诉了他 他对此深信不疑 但这次 我是有意去感应的 不久 我就做了一个清晰的梦 梦中有两个场景 第一个场景 我帮朋友卖羊绒衫 我对前来购买的人说 你看这羊绒衫不仅是样漂亮 而且价格便宜 买别人一件的钱 在这里可以买两件 但我没有向他说明 羊绒的含量 那人拿起羊绒衫看了看 挺高兴地买了两件 最后又出现了另一个场景 台上有两人在推销一件衬衣 我坐在台下 心想 看上去还不错 这时 那两人来到我面前说 阿姨 这衣服你买了吧 我说不要 随手翻开衣服 发现里面是坏的 醒来后就想 这是什么意思呢 第一个场景 我没有向那人说明羊绒的含量 他看到的只是表象 第二个场景 衬衣外表漂亮 里面却是坏的 说明眼睛看到的不一定是真实的 我明白了 是师父点画我 受层次所现 自己看到的不是真相 师父在转法轮中说 你用天目去看 不动念 静静地看 是真实的 只要稍一动念 看到的都是假的 这就是自心生魔 也叫随心而化 我有意去感应 那不就是动念了吗 动念了 那么看到的不就是假的吗 如果C对我的话深信不疑 那就干扰了师父给他安排的修炼之路 我深感痛悔 无意中干了一件大坏事 还以为是在帮同修呢 我立即给C发了一封信 告诉他不要把我的话当真 一定要以法为师 我认识到 执着功能也是造成眼睛看不清的其中一个原因 从此 我不再把自己感应到的东西告诉同修 因为每个人的路不同 5.对时间执着带来的麻烦 近两年来 我不断地做着一个相同的梦 自己快要退休了 每当领导给安排工作 我就会说 快退休了 让别人去干吧 这种梦 前前后后做了七八次 只是每次离退休的时间不等 有时是半年几个月 有时是半个多月几天 最短的只有一天 我一直以为 这是师父点话弟子 要抓紧时间 要精进 就在写此文时 我又做了相同的梦 醒来后 突然间悟到 是自己有一颗 对时间执着的心 因为临近退休了 就什么都不想干了 坐等那一天的到来 回顾这两年来的修炼历程 我发现自己执着时间的心非常重 尤其是在武汉肺炎发生后 我每天都会关注动态网新闻 表面上是收集讲真相的素材 实质是寻找结束迫害的时间点 特别是随着美国大选的临近 我的心完全被带动了 炮网 追新闻 什么这个预言 那个预言 一看就是两个多小时 有时还请同修 把这些东西打印出来 送给熟人看 就在眼睛感觉不适时 我也没有停止上网 只是减少了浏览网页的时间 向内找 为什么自己执着时间的心 会如此强烈呢 这其中是不是还隐藏着一颗 怕被迫害的心 自己曾几次遭邪恶迫害 每一次都是在师父的保护下 凭着对法的坚信才走过来的 正是这个怕被迫害的心 才是执着时间求结束背后的根本原因 师父在美国法会讲法 纽约法会讲法中明示 放下生死 你就是神 你就是人 就是这个区别 了悟真理后 我问自己 如果不能够证实法 不能够完成自己的使命 这个肉身 这个肉身还要他干啥 身体一震 瞬间泪流满面 一天 我在心里说 弟子从法理上明白 师父在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讲的 修炼了 修炼了 什么事情都是好事 可就是高兴不起来 这时 耳畔响起一个声音 是师父在2005年 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讲的一句法 都要买单 我一愣 眼泪夺眶而出 要结账了 要回家了 心中生起无限的喜悦 随后 我看到了非常殊胜的一幕 脚下有一条通天的大道 师父在一旁看护着弟子 引领着弟子 勇往直前 这种看 不是用眼睛 也不是用天目 而是那种境界中的真实存在 就像空气 你看不见 但人人都知道 它的存在 造成眼睛看不清的原因 除了有人心与执着外 还有一个就是不注重发正念 滋养了邪魔 发正念 我一直做得不好 因为静不下来 所以就不太重视 每天四个整点 特别是早上六点发正念 几乎都是处于迷糊状态 几个月前的一天 我在发正念时 天目看到一个像黑猩猩一样的庞然大物 睁着两只血红的眼睛盯着我 我吓了一跳 随即打出一念 灭 那个怪物就消失了 不一会儿 又出现一个小狐狸头 萌萌地看着我 我略有迟疑 发出一念 灭后 就什么都没有了 这个小狐狸头 此前发正念时就出现过 眼睛看不清后 我知道这与自己不重视发正念有关 因为自身空间场中不好的东西太多 我决定加大发正念的力度 每天除了正常时间发正念外 再增加半个小时 专门清理自己空间场中的败物 一天发早上六点正念 心想可不要迷糊了 可是不到一分钟 就感觉自己倒涨了 重新立涨 又倒涨了 睁开眼睛 突然看到自己身体左侧 有一个长长的橘黄色的东西 一闪不见了 我一下明白了 就是那个眼睛蒙蒙的小狐狸 使我迷糊 迅速打出一念 清除一切干扰我发正念的 邪恶生命与因素 无所不包 无所遗漏 坚持一段时间发正念后 眼睛有了明显好转 虽然这次过关时间较长 我却有一种离家近的感觉 正如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所讲 正因为修了大法 这些磨难提前来了 虽然受到的压力很大 对心性的考验很难过 有时过的关也会很大 可是毕竟这些磨难都要过去 都要结账 都要买单 感恩师父指引弟子走出磨难 弟子叩谢施恩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 对用功能正式法的几点体物 作者大陆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26日 最近几位同修都希望 我与更多的人多接触 对此我结合着自身的情况 与大家交流一下 一 锁着修的同修 应该理性地对待有功能的人 很多同修处于锁着修的状态 很想知道自己所遇到的 一些事情的始末因由 当遇到开着修的人 听习义说 很多时候就不能在法上衡量了 就容易受带动 从而干扰了自己 怎样对待开着修的人 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得很清楚 只有遵照这个大法去做才是对的 不要看到人家功能啊 神通啊 看到一些东西 你就跟他去了 就这样听去了 你也会害他的 师父既然安排我们在谜中修 这对于我们自身来说 都是最好的安排 是最适合自己的安排 一定要明确这一点 听那些人说过什么 都别多想 都别受带动 真正做到以法为师 二 有功能的人理性对待锁着修的同修 师父给我们功能 是让我们更好的走好修炼路 而不是让我们用来干扰同修 或者在同修中求名求利 在与锁着修的同修配合时 一定要尊重对方的状态和所走的路 尽量根据对方的实际情况 在不让对方产生好奇 欢喜 指望 或者别的人心的情况下 配合做事 千万不要把自己或者功能本身看重 一定要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等各方面的不足 否则会给自己和同修带来很大的干扰 甚至是无法弥补的损失 简单说说我遇到的情况 很多各地同修都认识我 都想见我 面对这种情况 没啥必要的情况下 我是绝对不见谁的 更何况我从来没觉得自己与别人有啥不一样 我接触同修之后 同修反馈过来都是正面的 但其中很多时候掺杂了羡慕 崇拜与好奇之类的人心 面对这些人心表现 我只能选择不与之接触 给对方指出不足 这是一种方式 但有些不理性的人 对此形成变相的执着 所以面对这类情况 少接触是最好的选项 我记得师父在精进要指 修炼不适政治中说过 修得执着无一漏才能圆满呢 处于开着修状态的修炼人 能知道一些自己做三件事 所需要知道的事 如果此时对一些问题与人心 在明知故犯 那可就极不应该了 处于这种状态的人 和锁着修的人一样 都应该严格要求自己 时刻记住师父讲动法 这才是对自己和同修负责的表现 三 相互在法上配合 无论处于哪一种不同的修炼状态 只有不抱着自我观念的时候 才很容易相互配合 但如果互相之间不在法上 那表面上过多接触 只能给双方带来干扰和伤害 因为很多时候执着不易察觉 举个小例子 一位同修希望我给他看看 做什么赚钱 我说你在利用法 利用同修的功能 这是对神的犯罪 这样一说 他不再提这类的事了 可是他还每隔几天就跟我说说话 不提别的事 只是说想我了 看看我 听听我的声音 我说你其实骨子里 那个想利用我的功能的心 还是没去 只是变相了 否则干嘛想看看我 或者听听我的声音呀 作为锁着修的人 除了不崇拜开着修的人之外 还需要注意 开着修的人 并不比避着修的人层次高 师父在红银求正法门中说 功能本小数 大法是根本 开着修的人 都有各自局限 有不同程度的谜 而且另外空间的复杂 也会有干扰和不知道的情况 一个生命最多 只能认识到自己所在层次该认识的 每个人修炼的路 都只有师父才知道 师父才能安排 对于开着修的人 还有一点 我们必须认清 任何时候 不要看重自己的本事 即便是直接用功能处理一些事情 而且立竿见影 对我个人而言 从表面上看到同修对我有执着的时候 我会很少与同修接触 希望对方能更理性 能在法上对待 无论我怎样做 都是希望不要影响和干扰了同修 同时一起珍惜这万古机缘 简单地概括地写了一点 仅供遇到此类情况的同修 参考一下而已 本次节目的最后 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 本周明慧交流文章 我自阻挡了自己从法上认识法 一文中写道 前些日子 同修指出了我的某个问题 当时我虽然没有明显排斥 可是却没有认真对待 并告诉同修说 那是他个人的想法 不是法 实质还是排斥 我说 我有我对法的认识 我要按照法去修 按照自己的认识去修 这时同修又指出说 我没在法上认识法 当时我又心想 什么是在法上认识法 我的认识都是在法中啊 这时我又产生了不理解 回家后我开始打坐 突然意识到自己不对 同修指出的问题 我应该向内找 然后我就开始向内找 从思想到观念 到执着心 就这样慢慢地发现 自己是在一个系统中找自己 是在自我安排中 要求自己如何 认识到这时脑袋又空了 对在法上认识法 还是不理解 没想到在接下来发正念时 突然看到一个很大的 我字显现出来了 这时我一下子认识到了 自身所存在的 那个强大的自我 并看到自己在修炼中 都是我字当头 我要做什么 我要干什么 我要如何如何 认识到这时 我看到自己把法固定成 自己认识到的那样了 这时我也似乎明白了 自己这是没在法上认识法 接下来晚上 我又做了一个清晰的梦 梦见我的家人 把母亲从床上拽起来 撵她走 我看见后很生气 恨家人 并发狠 想把她弄死 这时梦醒了 我想 我怎么做这样的梦 梦中 我怎么那么恨 那么狠 现实中 我是不会那么做的 那个恨 狠 都不是我 我事法中造就的生命 我只同化法 那些不好的东西 都不是我 我不要 可为什么会在梦中 出现这个状态呢 当这样一想的时候 我便认识到 自己对家人 有怨恨心 压在心里 没暴露出来 这是师父通过梦 在电话我 让我看到自己的执着 接着在学法时便看到 师父在 美国中部法会讲法中说 另外过去的修炼人 都没有真正的去掉执着心 只是在压制 或抑制了那些不好的心 不好的思想 只有大法修炼的弟子 是真正在彻底去掉 一切的执着 因为只有大法 才能做到 学到这时 我明白了 悟到了 啊 自己这么多年 一直是在忍 把负面的物质 压在里面 一直强压着 没暴露出来 也没去认识它 去掉它 所以遇到触及自身利益 就会爆发魔性 本周明慧交流文章 善用法律救人的过程中 要重视发正念 一文中写道 发正念在善用法律救人中 有着很大的重要性 大陆各地区 无论出现哪一种 打着法律名义的迫害方式 都是背后邪灵 在操控着公检法人员 侵害修炼人的各种权利 那些被邪灵操控的公检法 及政府部门的人员 就是劫匪邪灵绑架的人质 这些人质的所言所行 只是背后劫匪邪灵的 各种伎俩而已 修炼人不为其所动 也始终不改 对这些人质的慈悲救度 这为他的善 就解体着背后的劫匪邪灵 就在解救着这些人质 当然 并不是说单纯的发正念 就能解决这一切问题 而是修炼人的三件事中 学法练功和发正念 真正到位的时候 将真相救人 自然水到渠成 那真是 整个人都融在 收救众生的喜悦里 人世间的一切 都是为收救众生让路 包括所有的迫害形式 都是众生 向大法弟子的一种求救 所有看似推诿和困境 竟然都是修炼人 向上提升的台阶 那就是 纯纯地归正自己 一步步在归正自己的过程中 收救着与自己有缘的众生 传播着 大法的真相 本周明慧交流文章 多发正念 心自静 一文中写道 虽然我看不见自己的功 也不知道发正念的效果如何 但是我想 自己的身体 也是由意念来控制的 那么 集中精力时 是什么样子的呢 比如自己端一碗水 是满满一碗水 然后一直往前走 只要稍一走神 就会撒掉 那么 此时肯定是 全神贯注的 在这碗上 师尊要我们集中思想 在灭字上 我理解就是这种样子 把所有思想的关注点 都集中在头前 想着灭字 甚至是要在思想中 显现出灭字的形象来 有时思想确实很静 而且有一点点定的感觉 不知不觉 时间就过去了 但是我知道我是清醒的 并没有睡着 本周明慧交流文章 修炼中的承受 一文中写道 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修炼 绝不是为了个人圆满 修炼好自己 就是把自己范围内的众生 同化到新宇宙去 修炼中走的路 就是逐渐达到新宇宙标准的过程 我们是与正法同在的 我们每个大法弟子的来源都是不同的 但是最终要达到圆满的目标是相同的 每个人走的路是不同的 但是在世间做好三件事的责任是相同的 在承受时 如果以个人为出发点 那样的承受是有极限的 但一想到是为了别人 那样的承受是没有极限的 大法弟子还在人世间一天 就要不断地向上攀登一天 本周明慧交流文章 千万别把病态当成摆脱磨难的唯一办法 一文中写道 看很多同修交流文章时 经常看到难中同修 还求师父给他演化这个病危的假象 从而得到迫害的缓解 大法在世间红传 首先展现给人的 就是他有去病健身的奇效 他有改变人心 让人变善良 变成好人的社会影响 很多时候 同修们也在讲真相中 讲到这些层出不穷的事实 而那些迫害者 也是被邪恶操控的人 也是应该救度的世人 而你展现给世人的 是你修炼多年的去病健身 是个假话 还有比这把常人推向毁灭的境地 再直接的吗 常人就看实际的表现 有时候 费尽心力讲多少句真相 不如他认为的 眼见为实 包括所有接触知道这个学员的世人 都会对你病危的表象 有个看法 他们对你的鄙视和不尊重 就成了加重迫害的筹码 实质是 因为你没证实了法 环境是随着大法弟子的心性变化的 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 师父都经常说是宇宙中第一称号啊 虽然我们在人中还在谜中 我认为否定迫害靠的是堂堂正正的正念 靠的是平时真正学法 心性境界提高后的坚定与明误 靠的是难中也不能动心后的对世人的慈悲 靠的是正念正形的伟大 灭掉恶境背后支撑的邪恶 而感动了这边的人 即使达不到救了他 也会减轻迫害 就算在迫害最严重的那几年 那些被邪恶利用的警察 都会对正念正形的学员 有不同程度的尊重 一个正式大法的伟大的大法弟子 绝对不是用常人看来 百病缠身 病重的 连看守所都不收了 而算是否定了迫害的 用正面才能证实法 如果从迫害以来 大家身体的表现上 展现出应有的那种健康活力的身体状态 会使多少的迫害者和世人引发思考 迫害还能达到这种程度吗 大法弟子展示法的威力越大 邪恶就越小 无论在哪里 都是一个大法学员该有的状态 邪恶的迫害才会降到最低 我接触的很多警察 开始对学员都是在观察在思考 学员表现的负面越多 他们才不相信大法 以为都是假话 才变得更肆无忌惮的 虽然他们背后都是因为有邪恶控制 可是他毕竟有人身 他有人的看法和选择的 就看大法学员能够有多少正念正形的表现 从而对应的出现什么程度的磨难 用那种不正面的方式 好像看着缓解了迫害 实际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的 平时真正地在学法上下功夫 遇到所有事都在向内招上下功夫 否定邪恶的迫害 讲清真相 九度众生 处处体现大法光辉的形象 慈悲的形象 智慧的形象 迫害还能有多少呢 本周明慧交流文章 《面对清零骚扰要正面掌握主动》 一文中写道 法轮大法是正法 人间也一定能体现出来 在常人收回这一层 大陆现行的法律体系 宪法效力最高 是其他立法活动的法律依据 任何法律法规都不能违反宪法 宪法是尚未法 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 以及两高司法解释 和中国政府加入的国际条约等效力 低于宪法 国务院的行政法规效力低于法律 国务院各部及委员会等指数机构 制定的部门规章效力 和地方政府规章 更低于法规 迫害法轮功连公开文件 都没有的口头命令 是违宪违法的重罪 发布口头命令的人 都应该抓起来 所以面对面的时候 应该是他们弃短心虚才对 抓住这一点 我们应该从被动走向主动 大法给予我们的智慧 会让我们清除邪恶 比如居委会找我们 他们的理由就是 我们给他们找麻烦 但是我们应该告诉他们 是他们和我们 共同受到了迫害 不应该是我们签字 是应该他们保证 不再找我们才对 本周明慧交流文章 放下牵挂 一文中写道 牵挂并非真我 而是后天形成的观念 往往人们又很难意识到 他的不好 以为是爱心体现 很容易被我们忽视 他也是生命 有时强烈的就是让你想 越想他就越壮大 只有多学法 多发正念 排斥他 才会不断削减 小时候老辈人常说 老天爷饿不死虾麻雀 意思是 麻雀虽眼瞎 神也给他一条活路 饿不死也是安排 是还业 天理 上天会亏欠谁 每个人都不过是历史戏台上的一个角色 即便最亲近的家人 也是一样 都在自己的路上走 谁能改变谁 左右谁呢 因牵挂而延伸的诸多人心 观念 给自己的修炼 也带来不少麻烦 说白了 牵挂就是因为不明天理 牵挂是很重的情 是修炼人的陷阱 明白了 就不会在牵挂中徘徊 再有这个念头时 不再顺其往下想 立即灭掉 情思冒除时 别划过去 立即清除 本周明慧交流文章 对忍的一点认识 一文中写道 最近在营救同修的配合中 合作同修对我态度不好 矛盾隐隐涌动 我想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呢 不在事情本身的对于错 而是因为自己的执着心 师傅在经济药纸圆容中讲 忍中游舍 我理解在忍的同时 不就是在舍弃我们的执着心吗 他为什么对我这样 向内找 还是我的执着心引起的 因为证实法的是 我们经常在一起 所以有一些人情来往 吃吃喝喝的 增加了一些人情的东西 还有就是对他有依赖心 觉得他有素质 见律师愿意让他陪着一起去 再一个就是习惯了听好听的话 因为该同修以前对我非常尊重 现在反过来了 还有就是旧事理利用这些人的东西 造成同修之间的间隔 不能形成整体 起到干扰破坏作用 师傅在经济药纸挖根中说 修炼中加上任何人的东西 都是极其危险的 找到这些问题后 我就想 不依赖任何人 我有师傅 师傅会赐予我一切 师傅在转发轮中告诉我们 修宰自己 公宰师傅 一切都是师傅在帮我们做 所以我信心满满 找到执着心后 我就心平气和地 逐一给同修解释清楚 他最后180度的大转弯 回复说 请律师 你比我有经验 需要什么 我们配合你 一场看似隐隐涌动的矛盾 就这样 在乡内找中化解了 我们的心又连在了一起 真正体会到了 乡内找 修自己的美妙 本周明慧交流文章 正念面对上门骚扰的警察 一文中写道 社区还了个年轻片警 在去年所谓敏感时期 来敲门骚扰 态度气势汹汹的 经过讲真相 片警与协警都做了三退 我反思这次面对骚扰 讲真相 劝三退的过程 有如下几点体会 一 我们正念越足 救人效果就越好 面对骚扰 不能有怕心 相反 从心里认为是好事 是救人的好机会 没有自己要执着的东西 堂堂正正 只有为他之心 就是讲真相 救人 没有别的 师傅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 你们记住了 哪里出问题 哪里就是需要去讲真相了 效果好坏 你不要看对方 是出自于你们的心 你让他好 他就会好 你无意让他好 或心里不稳 就不容易震过来 也就是说 正念要足 我真的在救度你们 我真的是告诉你真相 效果就会好 二 大法弟子才是主角 大法弟子要起主导作用 在整个过程中 虽然语气要平和 但丝毫不配合他们的要求 始终围绕讲清真相 劝三退这一目的 他们打算让配合做的事 一见也没成 可最后他们三退了 并且高高兴兴地离开了 三 站在对方的角度 以对方关心的事作为切入点 首先讲真相是什么 他不明真相时对他的伤害可能会是什么 后果是什么 设身处地地为对方着想 这样对方容易明白 没有事不关己的想法 我体会到 在整个过程中 表面上看一步步是自己在做 实际上都是师父在安排 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 这些事情是由师父安排的 师父在做 所以叫修在自己 公在师父 你自己只是有这种愿望 这样去想了 真正那件事情 是师父给做的 本周明慧交流文章 在社交平台讲真相的一点体会 一文中写道 我觉得我们真的是要把众生捧在手心里 用那种真正发自内心的慈悲 才能融化冰山 我体会到 与众生的充分互动 得到他们的信任 是让众生能够听完真相的关键 要关心和理解他们所出的近况 适当地夸奖对方的理性和善良 而不是一味地只顾自己说 灌输自己的观点 要真正地去为对方着想 才能打动对方 才能讲清真相 我曾经遇到一个人 三退后又入党了 我就觉得 讲真相不是单纯地劝三退 一定要把真相讲透 讲到位 要让众生充分认识到中共的邪恶 知道法轮大法的美好 才能真正让众生得救 各位听众 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 就为您播送到这儿 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下次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